你好,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书是《分裂的亡国》,副标题是《约翰·南爵和大宪章》。 这本书主要介绍了一份文件叫《大宪章》,它诞生在八百多年前的英国。 为什么要了解一份八百多年前的外国文件呢? 先来问你一个问题,英国为什么能够从一个弹丸小国逆袭成为日不落帝国呢? 徐旭玉老师在英国简史课程当中提到,英国能够实现逆袭的原因是因为它有一样秘密武器,叫制度精神。 简单地说,就是英国非常善于利用制度来解决问题。 那这种制度精神是从哪儿来的呢? 英国制度精神的源头,正是今天要为你介绍的《大宪章》。 对于英国人来说,《大宪章》是英国政治秩序的基石。 对于整个西方世界来说呢,《大宪章》是宪政制度的奠基性文件。 近代西方的三权分立、君主立宪制、内阁制度都可以追溯到它。 甚至世界上第一部宪法,也就是1787年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,也和《大宪章》有很深的渊源。 比如,宪法当中最核心的保障私有财产的精神就源于《大宪章》。 《大宪章》听起来还真是了不起,但你肯定想不到它其实只是一份临时协议。 由于英国国王统治不善,贵族们群起逼宫,国王被迫妥协签署了《大宪章》。 而且呢,这份文件在当时啊,并没有产生多大实质性的影响。 签约没几个星期,双方就又打起来了。 其实啊,像《大宪章》这类贵族限制国王权力的文件,并不是英国的独创。 就在《大宪章》签订后没几年,匈牙利的贵族也逼迫他们的国王签署了一份叫《惊喜诏书》的文件。 主要内容、诉求跟《大宪章》没什么两样。 听起来是不是很矛盾? 既然《大宪章》最初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,那它为什么对人类文明产生那么深刻的影响呢? 今天要为你介绍的《分裂的亡国》,就是解答这个问题的一本好书。 这本书的作者可能你已经很熟悉了,它叫丹琼斯,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者,还是个畅销书作家。 在今天这本《分裂的亡国》里呢,作者带我们聚焦在1215年,也就是《大宪章》签订的这一年。 通过了解《大宪章》产生的来龙去脉,为你解答有关英国制度精神的许多疑问。 下面,我们分两个部分来了解一下这份伟大的文件。 第一部分,我们谈谈《大宪章》是怎么产生的,它到底讲了些什么内容,能被后世大书特殊。 第二部分呢,我们接着了解一下,这份并不特殊,在当时也没有发挥多大作用的文件,是如何做到深刻影响后世的。 好,第一部分,让我们回到八百年前的英国,了解一下《大宪章》是怎么来的,它讲了什么内容,为什么能对后世产生那么大的影响。 先来说一个有意思的话题,你有没有注意到,欧洲国王的名字翻来覆去总是那么几个,比如亨利、威廉、路易、理查德、爱德华。 由于重名率太高,如果有同名的王室成员加冕为国王,就得在名字后面编个序号,比如英国有亨利八世、乔治六世、爱德华八世。 但是唯独有一个名字,自从用过一次之后,八百多年来,再没有一位英国国王用过,这就是我们的主人公,英国国王约翰。 很多人说,这是因为约翰王名声太差了,没人愿意再用这个晦气的名字。 那约翰王到底做了什么事情,后人这么讨厌他呢? 约翰的父亲是英国金雀花王朝的开创者。 他在位三十多年里,凭借铁万统治,打造了一个强大的政府,开启了金雀花家族对英国三百多年的统治。 这三百年呢,大致相当于我国的南宋到明朝中期。 约翰的哥哥李察一世,比他们的父亲更有名。 李察勇猛善战,被人称作是狮心王。 相传,李察在国外打完仗,返回英国途中呢,不信被俘。 他被关进一个住着狮子的牢房里,换别人肯定被吓死。 但李察二话没说,就跟狮子搏斗起来。 他不仅打赢了狮子,还把狮子的心脏都给掏了出来。 狮心王这个响亮的名号,就是这么来的。 由于前两任国王都干得很不错,约翰继位的时候继承了好大一笔家业,法国三分之一的土地都在英格兰的名下。 约翰不仅是英格兰国王,还是诺曼底公爵,阿基坦公爵,安如伯爵和爱尔兰之主等等。 光听这些头衔,你就知道约翰拿了一手好牌。 不过,英国占着法国那么多的土地,法国国王肯定不乐意,他想尽各种办法夺回土地。 由于约翰的能力远远比不上他的父亲和哥哥,他刚当国王五年,就几乎丢掉了在法国的全部领土。 他因此获得了一个响亮的名号,师帝王。 同样是流传千古的名号,这个名号跟哥哥李察的师心王比起来可不怎么好。 不过,名声好坏倒还是其次的,麻烦的是,一场严重的统治危机正在逼近约翰。 中世纪欧洲的基本社会结构是封建制,国王会把王国的土地分给各级贵族直接统治。 贵族就可以在祸封的土地上行使各项权利。 贵族要承担的相应义务是要向国王宣誓效忠,并对国王进行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。 但现在,约翰已经把法国的领地基本上都摆光了。 贵族们蒙受了巨额的损失,憋了一肚子气。 你不要以为,那些在法国没有土地的英国贵族就躲过一劫了。 约翰正打算对他们动手。 这是怎么回事呢? 约翰一直都在谋划着来个大翻盘,也就是说,他想集结更多的兵力,重新夺回在法国的领土。 约翰在位总共16年,前五年是在败家,后十年呢,就一心想着怎么翻盘。 但是,打仗就需要有大量的军费。 军费怎么来呢? 当然是要从英国贵族身上开游。 英国贵族早已经习惯了天高皇帝远。 他们在自己的封地上享受着和国王同样的权利,可以收税,可以开堂审讯,生活富足而自在。 但是约翰王现在却借着筹集军费的机会,想要搜刮压榨他们。 为了收税,约翰真是无所不用其极,他甚至会对那些忠心的贵族狠心下毒手。 有这样一个例子,有一位男爵,他一直跟随约翰四处作战。 即使在约翰战败后呢,这位男爵仍然紧随左右。 但是,筹钱急红了眼的约翰宣称,这个男爵欠了他的钱,于是下令没收了这位男爵的田产和庄园,并要逮捕他。 得知恶号的男爵仓皇逃往爱尔兰,为了躲避追捕,这位男爵后来又逃到了法兰西。 约翰大怒,一气之下将这位男爵的妻子和儿子送入地牢,把他们活活饿死。 你看,约翰对忠于自己的贵族都这样,就更别说别人了。 在约翰的父亲和兄长统治的45年里,政府总共才收过11次税。 而在约翰统治的16年间,光是兵役免出税,也就是那种通过交钱免去当兵义务的税,就收了11次。 其实,对于贵族来说,多交一些税,也不是不能接受。 如果国王能拿着筹到的这些钱,在外面开疆拓土,给贵族争夺更多的利益,那还好说,贵族们交税,就当是做投资了。 但现在,大家要把钱交给这样一位屡战屡败,做事没底线的国王,换谁会乐意呢? 1214年夏天,约翰整顿人马,向法兰西发兵。 为了万无一失,约翰联合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等多位欧洲贵族,一起对法作战。 很不幸啊,约翰再一次吃了败仗,而且还是惨败。 据记载,战场上的约翰王一方,战士和战马横七竖八地躺在草地上,被砍断手臂的士兵扶卧在地上奄奄一息。 有一些胃部受到重伤的战马,竟然吐出了自己的内脏。 约翰再一次失败,这意味着暴力征收的重税再一次打了水漂。 英国贵族原本对战争还残存着一线希望,但是这个结果让他们忍无可忍。 一二一四年年底,怒气冲冲的贵族集结起来,要找约翰王理论一下。 为了强调行动的合理性呢,贵族们还搬出了一百多年前英国国王签署的加冕宪章, 要求约翰遵循祖训,适可而止,不要擅自扩张自己的权利。 贵族们还威胁,如果约翰执迷不误,大家将不再效忠于他。 约翰见识不妙,一方面假装认真聆听贵族的愤怒控诉, 另一方面呢,在不遗余力地装可怜。 约翰说,开战的目的也是为了帮大家夺回土地啊,是为了集体的利益。 现在失败了,损失最大的难道不是国王自己吗? 为了稳定统治呢,约翰王还在积极寻找国外的支持, 就是响应罗马教皇的号召参加十字军东征。 有了教皇的支持,约翰不仅可以强化自己统治的正当性, 还能借着这个机会,看看是不是还能从国内贵族身上再耗点羊毛。 不过,这显然是一招臭棋。 英国国内贵族炸毛了,国王又要出去打仗, 以前吃的亏还不够多吗? 怎么现在又要拉着国内大大小小的贵族出去送人头? 从这一刻起,大部分的英格兰贵族已经认为自己再无后路。 他们聚集起来向伦敦进发,要杀杀国王的威风。 迫于形势,约翰不得不出面和贵族代表商谈。 1215年6月,谈判在米尼兰德进行。 贵族们给国王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和建议, 你一言我一语记录在了羊皮纸上。 约翰王一方就对这些条款进行一一的确认。 大概十多天后,这份记录的最终版被整理出来。 约翰王和贵族代表分别在上面签字,这就是大宪章。 你可别以为贵族们就会抓住机会狠狠限制国王。 我们先来看看大宪章说了什么。 大宪章共有63条,不过最重要的两个要点是保障臣民的人身自由权以及财产权。 例如,条款规定,没有可靠的可以证明的证据, 任何市政官员都不能对任何人进行法律审判。 还有,任何自由人如果未经审判都不得被逮捕、监禁、 没收财产、剥夺法律保护权、流放或者是加以其他的任何伤害。 你或许会有疑问,面对着约翰这个坏国王,贵族们为什么不直接把他给杀了呢? 答案也很简单,杀死暴君并不能解决问题。 杀了约翰,还会有下一个暴君。 他们的根本目的是要保障自己的权益。 那如何能够以最小的代价保障自己最长久的利益呢? 那就是严格限制国王的各项权利,敦促他承担英尽的义务。 这套逻辑贯穿了英国后来的整个历史。 听到这儿,你会不会想,那这些有关权利和义务的表达听起来都很现代, 完全不像是八百多年前的情况啊。 想一下,一二一五年,南宗还没有灭亡。 成吉思汗刚刚攻下京朝的中都,也就是现在的北京。 而欧亚大陆的西北角,已经开始主张保障人身自由和财战权了。 那历史真的是这样吗? 我们来看看大宪章在当时到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。 先不说八百年,大宪章签署刚刚四个星期,约翰王就受不了了,他写信求教皇挺他。 因为之前约翰常常打压英格兰的教会,所以教皇并不喜欢他。 但现在呢,教皇关心的是十字军东征。 借着这个机会,教皇打算把自己的影响力带到东方。 现在呢,约翰王要加入东征队伍,而英国的贵族却在极力地反对,用大宪章限制国王。 所以,教皇当然要给约翰站台,痛斥英国贵族胆大妄为,要他们立刻收手。 获得了舆论支持,大宪章签署不到两个月,约翰就已经在积极备战,准备修理贵族了。 英国的贵族们呢,也不得不应战,他们甚至写信给法兰西王子,想邀请他来英格兰担任国王,顶替约翰。 你看,大宪章签署之后,王国反倒爆发战争了。 这一次,约翰王准备得很充分,他不仅组织起装备良好的雇佣军,还占据了大量坚固的城堡。 贵族们见识,也组织起对抗,王国陷入了分裂。 罗马教皇看到英国贵族们动手了,就放了个大招,开除反叛贵族的教级。 在那个时代,开除教级太可怕了,这意味着他们将成为上帝的器皿, 任何人都不能和他们来往,给他们接济。 换句话说,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。 没办法,这些贵族最后只能灰头土脸地跑去跟国王讲和。 英国贵族针对约翰的限制行动,最终还是与约翰的胜利告终了。 在当时,大宪章说到底是一次失败的限制。 那为什么它还能在后世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呢? 接下来,我们就来看看,这部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作用的法案, 为什么后来拥有那么高的地位呢? 第一个原因,重复的力量。 虽然大宪章在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作用, 但是英国的贵族很会玩, 只要一有机会,他们就会把大宪章拿出来, 在国王面前确认一下, 提醒国王,这可是老祖宗定下来的规矩,你得遵守。 约翰取胜之后没过多久就去世了, 他的儿子亨利三世在国家的动荡当中继位。 为了暂时稳定局面,亨利三世接受了大宪章。 后来财政吃紧,亨利三世想要收税, 贵族们赶快把大宪章拿出来, 说收税可以,但是要按照大宪章的规定来, 绝不能干不利于大家利益的事情。 所以,大宪章又被确认了一次。 这样的情况一直在发生, 在亨利三世的任期内, 大约每隔五年就会重新确认一次大宪章。 那是不是每任国王见到大宪章都会服软呢? 这要取决于国王的个人能力, 以及国王所处的具体环境。 亨利三世之后的三位国王都叫爱德华, 但是他们的表现差别很大。 爱德华一世能争善战, 他在任期之内, 大宪章只被确认过一次。 随后的爱德华二世, 他有干大事的心却非常窝囊, 国内被他搅得一团糟, 任期内呢, 贵族常常引用大宪章条款批评他。 不过, 接下来的爱德华三世可了不得。 他在为半个世纪对法国发动了战争, 给英国贵族带来了很多的战利品, 声望非常高。 所以, 大宪章虽然也被拿出来几次, 但形同虚设, 总体上并没有限制到国王。 三位爱德华之后是理查二世, 他肆意打压贵族, 最后被贵族联合起来赶下了台, 你肯定可以想到, 贵族一定没少拿大宪章批评他。 这些人民啊, 你不需要记住, 但你一定能感受到, 当国王特别强势或者能给贵族带来好处的时候, 大宪章的效用就不大。 如果国王弱势或者需要贵族支持的时候呢, 国王就得假模假样地承认大宪章, 标榜自己遵循祖训, 坚决维护贵族利益。 一旦情况好转呢, 大宪章就会被立刻抛在一边。 那这样, 大宪章能产生多大的作用呢? 正如一句话所说, 大宪章有时候会缺席, 但从没有被忘记。 打个比方啊, 我们的父母隔三差五就会跟我们念叨一句, 天冷要穿秋裤。 日子久了呢, 你肯定一到秋天就会把秋裤套上。 甚至啊, 你还会把这句话推销出去, 告诉更多人, 天冷要穿秋裤, 要不会得老寒腿。 同理, 贵族们不断提大宪章也会带来这种效果。 后来, 历任英国国王上任, 都会象征性地确认一下大宪章, 这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。 重复的力量确实很强大, 但如果大宪章只是被拿出来反复确认, 没有产生实际的作用, 它就会变成一个空空的仪式, 时代变化了, 它就会被人淡忘。 但是, 后人把大宪章看得那么重, 肯定有别的原因。 这就要说到第二个原因, 也就是大宪章的高光时刻, 为英国革命背书。 在16世纪的时候, 也就是沙士比亚的那个时代, 大宪章的实际影响力已经很低了。 沙士比亚写历史剧《约翰王》的时候, 就根本没有提到大宪章。 你想, 约翰王留给后人的, 除了自己的坏名声, 不就是大宪章吗? 现在, 这么重要的文件都被沙士比亚忽略了, 那就说明, 那个时代的人, 已经完全不把大宪章当回事了。 时间跨越到17世纪, 由于伊丽莎白一世没有后人, 在他去世后呢, 苏格兰的斯图亚特家族就继承了英格兰的王位。 英格兰走入了新的历史阶段, 斯图亚特王朝时代。 由于政治传统不同, 这个王朝的国王一开始就和英国议会闹矛盾, 国王主张军权神兽, 大肆收税, 认为自己的权利是上帝给的, 议会无权干涉。 英格兰数百年的协商传统突然被打破了, 国王和贵族之间爆发了越来越严重的冲突。 17世纪呢, 大概对应我国的明末清初。 在当时的英国社会中, 还有一个大的背景。 当时的社会, 除了有国王、贵族、平民, 还发展出一个新的阶层, 商人阶级。 他们通过买卖土地, 圈地养洋, 发展纺织业, 逐渐壮大, 进入到了议会。 现在国王收税, 除了找贵族的麻烦, 更重要的是磨刀祸祸, 砍向那些有钱但没有地位的商人。 所以, 国王得罪的不只是贵族, 还有更多的普通人。 大家的利益受损, 应该找什么理由向国王抗议呢? 在这种情况下, 大宪章就被重新搬出来。 不仅被搬出来, 还被赋予了新的意义, 做了新的解释。 例如, 当初大宪章规定, 国王不能剥夺贵族、 教会和市民的财产, 现在对象扩大, 变成了不准国王随意剥夺任何国民的财产。 有这样一句话, 即使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能对抗国王的权威, 风能进, 雨能进, 但是国王不能进。 同样, 大宪章还规定, 国王不能随意逮捕和关押任何人, 假如国王违背这些诺言, 贵族就可以拿起武器反抗他。 到17世纪呢, 这个条款被解释为, 全体英国人都能拿起武器反抗暴军, 反抗专制王权, 到这时变成了全体国民的事业。 就这样, 议会就为他们反抗国王找到了历史的依据, 他们甚至把英国国王送上了断头台。 在这个过程中呢, 大宪章就被赋予了时代精神, 变成了全民的东西, 成为反对专制制度的旗帜和标杆。 英国光荣革命后, 议会通过了权力法案, 大宪章里面那些被重新解释过的原则被固定下来, 为建立君主立宪制, 也就是国王统而不至的政治模式提供了历史依据。 大宪章就逐渐成为英国国民心中的一种精神符号。 不过, 到目前为止, 大宪章还只是英国人自己的东西。 我们前面说, 大宪章被认为是西方政治文明的源泉。 那是什么让大宪章从英国的国家财产变成欧洲的共同财富呢? 这就要说到塑造大宪章地位的第三个原因。 美国人把大宪章发扬光大, 是他国际化。 前面提到, 英国革命期间, 议会重新解释大宪章, 为他们反对国王找到了舆论武器。 这震惊了欧洲, 也震惊了大洋彼岸的英国北美殖民地。 17世纪初的时候, 英国人在北美大陆建立了第一块殖民地, 弗吉尼亚。 皇家特许状规定, 殖民地可以自行制定法律, 只要符合英国的法律体系就可以。 大宪章中的条文呢, 就成为殖民地法律的一部分。 到后来, 其他殖民地在立法的时候也都参考了大宪章。 所以美国行程之初, 大宪章就是它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。 到北美殖民地独立的时候呢, 殖民地人民又把大宪章的原则用在了反抗英国统治的过程中。 例如, 大宪章规定, 英国王室不能随意征税, 所以马萨诸塞殖民者就利用这个条款反对英国对殖民地的征税行为。 他们说, 印花税违背了大宪章以及英国人的自然权利。 其前夕呢, 马萨诸塞州甚至印制了一种特殊的印章来表达反抗。 印章上, 一个民兵一手拿着剑, 一手拿着大宪章, 象征着对自由的捍卫。 美国独立后, 大宪章成为这个新国家的立法基础。 比如, 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, 任何人不经正当法律程序, 不得被剥夺生命、自由或财产。 这句话就是从大宪章当中直接引用的。 美国人甚至认为, 他们要比英国人更真实大宪章。 根据记录,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819年第一次引用了大宪章, 截至到1991年呢, 美国联邦法院、 州法院引用大宪章超过了900次。 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所说的, 大宪章每天都与我们同在。 美国人可不只是说说, 为了表达自己对大宪章的情感呢, 1957年, 美国律师协会就在大宪章签署地的旧址, 修建了一座纪念亭。 除了美国人的推动啊, 伴随着大英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, 大宪章的影响力也在进一步扩大。 从欧洲到北美, 再到非洲、 澳大利亚和印度, 大宪章成为一种精神符号, 在不同地域都留下了自己的烙印。 例如, 印度独立时, 英国宪法专家帮助印度制定了宪法, 大宪章就被当作了立法的基础之一。 另外, 1964年, 曼德拉在他的庭审现场发表演讲时, 也引用了大宪章抨击南非的当权者。 回过头来, 我们再看一下大宪章的诞生和发展过程。 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, 与约翰王签订了城下之约, 意图是为了限制国王的权利。 但大宪章在诞生之初, 并没有发挥多大的实际作用。 由于后世贵族反复强调大宪章的意义, 大宪章就逐渐成为一种政治正确, 无论国王是否信服大宪章, 都得对他表示尊重。 到17世纪英国革命期间, 大宪章被重新搬了出来, 作为祖宗之法, 成为对抗暴君的武器。 从此, 大宪章成为自由的标杆。 随着美国人把大宪章发扬光大, 以及英国在近代的强大, 大宪章的精神也为更多的国家所熟知和借鉴。 好,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,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。